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期间只见蒙家慧深情地望着郑一剑 还顺便来了个撒娇 休息完毕之后两人便离开了咖啡店 而此时的蒙家慧好似十分开心 棒棒跳跳的就像个孩子一样 据说 蒙家慧当年对郑一剑可是一见钟情的 蒙家慧追了郑一剑很长时间 终于在2013年1月29日 郑一剑与蒙家慧结束了七年的爱情长跑步入婚姻殿堂 虽然婚前有些网友不看好他们 但两人一直爱得火热 盛看娱乐圈模范夫妻 Astagfirullahaladz.com